嫂子在家了 哎呀 小叔子来了 来 吃巧克力 啊 不吃了 不吃了 最近有点烧火 你今儿怎么有空来了 啊 我找我哥 哎呀 真不巧 你哥出家去了 你过一天再来吧 啊 没事 我哥不在啊 找你也行 找我 找我啥事啊 呃 这个 那个啊 有事儿说呗 不好意思说啊 不好意思说 你就别说了 哎 嫂子 你咋不让套路出牌吧 我实话实说啊 嫂子从来不勉强别人 那我就直说了啊 嫂子 你借我一万块钱吧 借一万啊 这 嫂子也想帮你 可是这钱吧 刚去银行存定期了 十年呐 这也太巧了吧 哎 抱歉啊 小叔的 这不是嫂子不帮你 是 这钱买 哈哈哈哈 嫂子 哎呀 我这次遇上大事儿了 啥大事儿 我的终身大事啊 终身大事 你终于找到肯嫁给你的姑娘了 是啊 哎 这是好事儿啊 你说我爸 今年都四十岁了 就问你借一万块钱呀 就能成家利益 哎呦 这一万块钱 这么便宜啊 可不是嘛 小叔子 这便宜没好货 你知道吧 嫂子是过来人啊 这嫂子有经验 贪便宜吃大亏 所以还是算了吧 哈哈哈哈 你想啥呢 嫂子 我是差一万 我自己手里啊 还有点鸡血 哦 是我想差了 我还以为真是一万块钱 娶个老婆呢 所以啊 你得借给我 对吧 这不快过年了吗 等年前啊 我把我的羊羔子卖了 还你 你现在就卖了 你不就有钱了吗 现在咋卖 都还没下呢 还在母羊肚子里怀着呢 喂 你这仇人呀 这嫂子真没法借给你 真借不了 不就怕舍了一下 我连累计贴给你 那这样吧 嫂子出个对联 你要是能打上来 嫂子马上就借钱给你 嗯 行 你赶紧出 说 天已荒地已老 长得满地都是草 下联 这个嫂子 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我一个放羊的 最多知道新春佳节喜气洋洋 哪知道什么园什么草的 那你就是 打不出来了 打不出来 那 嫂子也帮不了你了 哎 嫂子 这孩子不习班下课了 哎呦 嫂子 接孩子去了 嫂子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